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军 今天咱们万众期待的熊猫三号火箭 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而且这次我连着熊猫四号也要一起做出来 没错 今天我要一下制作两个熊猫系列的火箭 这次我们的舰体还是继续使用PVC材质的水管 本来我是打算换成不锈钢的 但是不锈钢的非常笨重 而且增加了危险性 大家也看到了有两个舰体 一大一小 这个大的我打算搭配滑板车 然后小的继续放在玩具车上 然后咱们的燃料部分 还是继续采用这种仙女棒烟花 就是这种点燃之后 Bling Bling的烟花 我们上一次是把这个仙女棒这样放了两层 其实里面这一层的燃烧 并不能够很好的转化为动能 而且还白白增加了舰体的重量 所以这一次的熊猫三号和熊猫四号 我打算只放一层的燃料 咱们现在把这些仙女棒给它拆出来 好的 这就是咱们的1000根仙女棒 等一下它们会为我们的火箭产生澎湃的动力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把这个管子给它截短一点 好的 咱们的两个舰体都已经切割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装填燃料 咱们先装填这个小的 这个应该300根左右就够了 我们用胶带把这些仙女棒给它缠在一起 大概就像这样 然后从它的尾部我们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将这个盖子给它盖上 现在我们这个舰体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这一头是我们的喷射口 然后这一头是火箭头 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大的里面也塞上我们的燃料 有没有万箭齐发的感觉 把盖子盖上 这样大号的舰体也就完成了 好的 接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因为我们的熊猫一号和熊猫二号失败的原因 都是因为这个盖子掉了 然后我们的燃料掉出来 所以这一次我要把它前后的盖子 全部用胶水给它粘紧 这粘得非常紧 我估计除了切割 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们分开了 好的 咱们的熊猫三号和熊猫四号火箭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看它们的表现究竟如何 虽然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感觉还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 请勿模仿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玩火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还有一方面就是 大家千万不要在马路中间玩 我这一段路是属于那种 修好了还没有交付 还没有使用的路 所以这一段它是封闭的 我们暂时是可以在这里安全的玩耍 但是大家平时千万不要这样 好的 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的实验吧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的熊猫四号火箭发射 我的天哪 这应该是最成功的一个熊猫火箭了 穿出去大概有20米 这也印证了我的想法 就是燃料并不需要多 只是要保证它燃烧的充分就可以 我们还剩下这个大号的熊猫三号 希望它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先把底上的垃圾给清理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